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么饮食呢 它是供给咱们机体营养物质的一个源泉 是保证咱们生命活动生成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古人呢 也就是很早就认识到了咱们饮食跟生命健康的一个重要关系 他们在长期的一个实践中呢 也积累了一个丰富的知识 逐渐呢 形成了一套呢 既有咱们中华特色的一个饮食养生理论 在保障人民健康方面呢 花费了一个极大的作用 传统的中医饮食养生啊 有着丰富的一个经验 那么呢 包括饮食有节 还有呢 饮食和五味 还有呢 就是一个荤素搭配 边镜用膳等等 平衡的饮食啊 是养生的一个必备因素 那么呢 也一直呢 被认定是达到长寿的一个关键因素 那么 什么是中医饮食养生呢 中医饮食养生就是按照咱们中医基础理论的知识 然后根据食物的一个性能特点啊 调整饮食 还有呢 就是需要注意饮食的一个禁忌 合理的摄取食物 那么呢 达到一个纠正咱们丈夫阴阳功能失调 以中医健康啊 防治疾病 易受原塞的一个养生方法 那么养生专家呢 就有三激化啊 就是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最好的医院呢 也是厨房 那么最好的药物是饮食 因此呢 请不要记得跟您聊健康 聊营养 以及聊身体的人 那么呢 这也说明了饮食养生呢 对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我们接下来啊 解释饮食养生的一个部分的内容 就是了解一下食物的一个腥味鸡精 中医呢 非常重视食疗的功效 那么也会讲到食物的一个腥味 温热是种性质 它们主要是从食物进入原体内 那么作用于脏腑筋络之后呢 所发生的一个反应大小 然后呢 根基咱们中医理论 快过出来的 如果啊 食物能够减轻或者消除热症呢 那么则称之为寒性或者是良性 反之 若能减轻或者消除寒症 则为热性或者是温性 如果良者均不明显者呢 那么就属于平性 古人呢 将食物啊 以及药物呢 就分为寒 凉 温 热 贫 质性 那么归纳起来呢 也分为三类 总的来说就是寒 凉 为一类 那么温 热 也为一类 平性药物或者是食物啊 一类 那么 呃 这三类食物在日常生活 包括有哪些呢 或者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 过去有什么样的功效 寒凉食物呢 就多具有一个清热泄火 以及解毒的一个功能 那么呢 可以用来治疗一些热症 或者是阳症 那么就是啊 适用于咱们体质偏热之人 比如有的人啊 面痕木刺 或者是啊 口干口苦 以及喜欢冷饮 还有呢 手足温 小便胆刺啊 大便干节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一派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热症 那么根据中医 它也是属于中医 平阳患愁的一个阳症 根据中医含着热汁 热者含着的一个治疗原则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进食医学啊 含粮类的一个食物 比如说苦瓜 苦菜 西瓜等等 那么温性跟热性的食物 它是具有一个温热闪寒的一个作用 那么主要是用于治疗一个寒症 或者是阴症 那么体质偏寒的人啊 就有哪些症状呢 比如跟上面啊 阳症的一个相反的一个症状 就有面色苍白啊 口比较大啊 还有洗热饮 胃寒之冷 然后呢 就有一个恶便的一个改变 小便清肠 大便稀烂等等 那么私用的食物呢 就有啊 我们异常生活的 常见的 葱姜蒜等等 还有一些 辣椒 胡椒 鸡肉等等 平性食物啊 那么它们是都属于一种 营养保健之品 对于阴症呢 或者阳症对一些寒热呢 精可配物 那么这个平性食物呢 尤其是有医学啊 稀不受补的一个病人 那么这些食物有哪些呢 就有大米 黄豆啊 花生 山药等等 所以啊 人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 都应该根据啊 适应咱们自己的体质啊 变成 繁稀寒之体啊 那么我们 我们选择一个温热性质的食物 而热性脂火啊 热性活体之体呢 我们就应该选择一个啊 寒良性食物 例如啊 我们同样是吃鱼啊 吃一条鱼 那么稀寒之体呢 我们可选择一些草鱼 或者是鲤鱼等啊 一些它是一个啊 温性类的一个鱼类 而啊 活体之人呢 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啊 乌鲤之类的一个良性的鱼类 食物呢 跟药物一样啊 一样具有酸 苦 甘 辛 咸 五种味道 那么在五味之外呢 啊 又还有一个蛋味 它是一根蛋味较为相近 那还有一个瘦味 啊 以酸味较为相近 那么日常生活中呢 啊 以肝蛋味呢 食品是比较多的 那么咸味赤脂 苦味是比较少 那么同种味道的一个食物呢 那么它作用呢 是基本一致的 比如说 酸味 那么酸味呢 它是具有一个啊 收敛 固涉 以及一个 生经 抑郁的一个作用 那么呢 可以用来治疗一个出汗 以及血泻 尿频等症状 那么啊 酸味的食物有哪些呢 比如说啊 我们的食用的醋 以及啊 还有一些乌梅啊 橙子等等 那么呢 这些是具有一个 酸味的一个性质 那么呢 就有一个收敛啊 固涉的一个作用 那么第二种味道呢 就是苦味 咱们大部分都知道啊 良药苦口 那么呢 它是中医 所以咱们 湿气的一个含量性质偏多 那么呢 它就具有一个啊 清热血火 以及造湿解毒的一个作用 那么主要呢 就用以治疗一些热症啊 以及湿震动 那么对一些暗昌啊 以及一个小便黄热啊 咽喉肿痛的一个病炎呢 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呢 它也是一个湿剂啊 清热血火的一个家品 那么之类食物呢 就比如苦瓜 莲子腥 苦菜啊 等等 那么肝胃啊 第三个味道就是肝胃 甜味 莲呢 它具有一个补益合中 缓急止痛的一个作用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长肌肉啊 增肥的一个效果 那么一般呢 用以治疗虚症 比如说蜂蜜啊 葡萄 南瓜等等 那么呢 这些食物都是具有肝胃的一个食物 腥味 腥味呢 也是一个 我们常吃的一个辣味 那么中医认为心 它能够解表的 那么呢 它能够通散前身啊 因此 心味呢 它是具有一个发散 行气 活血的作用 那么服用呢 它还可以促进啊 人体的一个新陈代谢的功效 那么呢 就多用以治疗一些外感的一些症状 啊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 还是有啊 辛辣的一个生姜 以及葱白啊 大蒜 洋葱等等 比如说啊 生姜 它能够排汗 解温 降温 那么大蒜呢 能够抗病毒啊 辛辣的 辣椒 能够预防感冒等等 那么第五种味道呢 也就是咸味 咸味呢 它有一个阳间蒜结啊 血下通便的作用 那么呢 用以治疗一些雷利 塔合 皮块 热结便秘之症 那么对于一些大便干节啊 甲状腺肿的病炎呢 有很好的疗效 比如啊 食用盐 以及海带 海产品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是具有咸味的一个食物 皇帝内经呢 就说 乳味入味 那么呢 它就过有所喜 那么呢 酸啊 是吃鲜又干的 苦鲜又腥 干呢 是鲜又皮 鲜呢 鲜又肺 咸呢 是鲜又肾 酒泽蒸汽 物化之肠也 那么 生活实践 以及临床应用 食物的一个经验呢 也表明 用心味 发散性的食物呢 可以治疗一些表症 或者呢 是肺气不先所致的 一个可产症状 那么 用苦味的食物呢 可以治疗一些 心火上炎 疲热 以小肠之症 那么 用肝味 补吸性的一个食物 治疗一些皮血呢 或者是体热等等 都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在进行饮食疗化的同时呢 我们应该根据 病情的一个不同 适当的选择食物 那么临床实践也证明 心顺之病啊 寄咸味 那么脾胃之病呢 寄酸味 肝病呢 那么是寄苦味的 孕妇以及老肉的病人啊 我们应该给予一个 淡味的一个食物 那么热心病呢 是给予一个苦味 第三个一个内容 是食物的鸡精 那么食物的鸡精 是什么样的 它主要是指 食物呢 对于人体的某一个经络 或者是几条经络 产生的作用而言的 那么呢 对其他条经络 作用比较小 或者是不产生作用 主要是对于 机体的一个选择性的 一个作用呢 我们就称之为 食物的一个鸡精 比如说 松江入柜 它能够啊 中进食意 那萝卜西瓜等等 那么呢 有生筋止咳的一个功效 而中医认为 胃呢 它是受煮素纳的 那么呢 它有洗孕 物肿 那么食意 减退 以及一个 经少口口之症呢 那么这些是属于 胃的一个症状 那么以上的食物呢 它是归于一个胃精 再有啊 柿子 以及蜂蜜 能够养孕 印象 缓节咳嗽 那么呢 芥菜呢 它还有一个化痰的 一个作用 而中医认为 肺呢 是为胶胀的 那么呢 它是煮呼吸 也是为除痰之气 那么咽喉干燥 以及咳嗽等症状呢 也是属于肺 那么所以呢 以上的食物呢 也是对属于一个肺精 还有枸杞子等等啊 那么它能够治疗一些 叶芒症 以及一个木婚 还有芥菜啊 能够缓解一个木刺肿痛 那么中医啊 也认为 肝呢 是开窍以木的 木呢 得血而能适 肝火上眼 则木是肿痛 那么枸杞子 以及芥菜等等呢 这些食物呢 也就是属于肝精 葡萄银 甜性银 它们都能够运造止咳 还能够通畅大便 那么呢 治肺造咳嗽 以及一个肠造的一个便秘 墨呢 属于一个肺跟大肠两斤的 有的食物呢 作用也比较高啊 那么呢 它也跟多个丈夫呢 跟筋络相干 比如说 萝卜 以及莲子 玉米 芡食等等啊 那么它都 疼属于一个肺 胃 大肠筋 中医的乳形邪说 也认为 木火 土 精水 那么呢 还有一个对应的五脏 肝心 脾肺肾 那么中医认为啊 五色也是入五脏的 因此啊 食物呢 也可以分为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五种颜色 一般来说 肝呢 它是主青的 那么赤 也就是红色呢 它为心的颜色 皮主黄 白呢 白色呢 为肺色啊 肾的颜色 主黑啊 肾主黑 那么这里的五色呢 第一指食物的颜色 那么呢 第二呢 也是指眼面的一个颜色 比如说啊 肝脏的病人呢 面色呢 是比较昏暗的 然后呢 甚至花青 而心脏不好的病人啊 脸色发红的 脾胃吸溶 或者是肝皮不调治病呢 那么面色是花黄 甚至是伪黄 那么笑产的病人 也就是有肺病的病人呢 它的脸色是下白的 顺衰竭的病人啊 它脸色是漆黑的 那么中医也讲啊 肾是主发的 头发呢 是肾的啊 之一 那么头发 它是肾脏的一个外在表现 那么肾气充肾呢 则头发黑亮 如果肾气亏息的话 则头发呢 是花黄 黑色食物呢 它是容易有肾脏的 那么呢 它就具有一个 补肾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黑芝麻啊 具有很好的一个 补肾以及氧化的一个功效 现代的营养学家呢 是非常讲究啊 食物的一个颜色 那么呢 认为 食物的营养价值 跟食物的颜色呢 是相关的 那么它一般呢 就遵循着 这样的规律 就是由深到浅的规律 比如说 食物的颜色越深 那么呢 它的一个营养价值 以及所含的一个营养成分呢 就越丰富 那么营养价值也就越高 那么按颜色来排列啊 那么的黑色食物所含的营养价值呢 是最为丰富的 而后呢 就医治为啊 绿色 青色 红色 黄色 以及白色啊 白色颜色是最大 那么它的营养价值是最低的 比如说黑芝麻 我们的五大类的一个黑色食物啊 黑芝麻 黑糯米 黑木耳 玉米等等 黑色食物呢 就具有多种的一个氨基酸 以及一个大量的一个微量元素 以及亚油酸等营养 那么呢 它就能够刺激人体的啊 内分泌 那么啊 有意味尝到这个柔动 以及消化 那么也可以增强咱们的一个造血功能 那么呢 就具有一个补肺肾 并常通便 然后提高免疫力等作用啊 污发美容 还有能够啊 防止贫血 以及矿衰老等功效 同时呢 在同类蔬菜中呢 也是 墨颜色比较深的啊 营养也是高以颜色比较浅的 比如说黑木啊 那么它的维生素啊 含量就远远大高以一个白木啊 那么啊 深橫色的胡萝卜也是 所含的一个胡萝卜素 也是高以颜色浅的 或者是淡黄色的萝卜 即使是同一类蔬菜 那么它不同部位的颜色深浅也不一样 那么它所含的一个营养价值也有高低之分啊 啊 例如说芹菜叶的 那么它是比芹菜精的颜色呢 是比较深的 那么它所含的维生素C 那么是芹菜精的一个室备 因此啊 养生专家呢 就建议多吃一些深色的一个食物 再其次呢 就兼顾其他品种 所谓深色的食物呢 也就是包括深绿色 深红色 深黄色 以及黑色食物等等 那么呢 这些食物我们应该经常吃 其中黑色食物呢 既是美食 那么又渴又要 那么大多呢 能污化美容 并有一些抗衰老的一个功效 它一般含有铁比较多 那么呢 往往能够补充一些铁剂 或者是防止一些切理性贫血 那么尤其是黑木啊 那么呢 它共是一种良好的一个保健食物 常食呢 既可降低啊 血粘度 那么对一些冠心病 以及脑血栓之一呢 也有一个良好的一个防止作用 以上讲的就是食物的一个五味 以及湿气 食物的五味和五色呢 跟人体的一个五脏是相互对应的 那么也相互滋养着 那么明白了这些道理 吃食物呢 也映含着一个养生保健的一个大智慧